大家好,我是洪凱 那就是我現在有點緊張,因為我要先唱歌 因為我要先唱歌,所以呢 好,那就要請你們先幫我放那個影片檔 然後呢,這首歌呢先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這首歌的歌名叫做《雲端上的寶貝》 那話不多說,什麼叫《雲端上的寶貝》 我等一下邊唱它,先邊看一下我自己剪的一個有點 就是讓我自己很害羞的MV 然後 好,然後 等一下這首歌呢,它是在我的獨角戲裡面 它確實真的會演唱的一個片段 那等一下不會把整首歌唱完 我會演唱一個小小的片段這個樣子 先介紹一下,稍微介紹一下這首歌 好,那就是趁現在稍微介紹一下我自己好了 大家好,我叫徐宏凱 那在劇場界就是有另外一個外號叫做波克 波卡的波巧克力的克 那我是台灣大學戲劇系畢業 然後今年畢業蠻久的 那現在呢 就是一直在做就是有關於劇場表演的這一塊部分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推薦的戲的是我個人第一個 就是看到旁邊很大的力排有沒有 就個人第一個 就是 獨角戲製作 然後先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以後如果要做人型力排的話 千萬不要做得跟自己一樣高 因為它真的很難搬 我等一下不曉得要怎麼樣把它載回家 就是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 就是如果你外面看到那個麥當勞的話 有沒有什麼陳柏林啊 或者是趙友廷之類的 大概都只剩160公分而已 嘿,不要幻想自己要把它剩180 看起來比較高 並不會 好嗎 來,那話不多說 我就直接先來唱歌了 謝謝家長 楊角四十五是我最愛的角度 眼线够得好 看起来才无辜 要让脸变小 记得说深度 处理血都要小心 变化成老赛乎 社区网站是我心灵的净土 用心经营才能让自己提高关注 不管晴天下雨还是迷了路 都要上传一张我的自拍贴图 母母 开心是第一步 可恶 我有点小愤怒 哭哭 怎么办好辛苦 呜呼 我是天生有物 母母 开心是第一步 可恶 我有点小愤怒 哭哭 怎么办好辛苦 呜呼 我是天生有物 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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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生有物 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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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剧场新实验 我的剧场新实验 为什么会说是剧场新实验呢 我等一下会一一的跟大家介绍 因为我在这次独角戏里面 做了很多不一样的尝试 那也是在现代社会里面 我们的有很多的媒介 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那我把它纳在我的演出的一些元素当中 首先呢 自我介绍 就是 呃 首先一个演员一定要一个很KB的沙龙罩 没有错 我也有 嘿 然后呢 第一个 我是台湾大学系绪系毕业的 哦 那 主业是演员 但是我们通常来说 如果我跟大家讲说 我的呃 我的职业是演员的话 大家都会歪着头说 蛤 那你一定工作很辛苦 对不对 嘿 所以我通常都不会这样介绍 我会直接跟大家说 我是表演艺术工作者 那我有另外一个故业呢 嘿 我有另外一个故业 是国中的表演艺术老师 但是我通常喜欢说我是训寿师 因为如果你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老师看待的话 国中生会压在你头上 所以你要当作是一个训寿师 让他们乖乖的符符符符符符符的替你在讲课 那我主要教授的东西呢 是表演艺术科 但是我觉得我实际上在讲述的是 呃 认识自我以及做人做事的道理 嘿 这是我个人当老师的一些理念 那跟大家先稍微分享一下 那再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我的工作经历 呃 我曾经跟屏风表演班人力飞行剧团 那指风车剧团还有爱乐剧工厂之类的 呃 大小各个剧团合作过 那担任的职位都是演员 那譬如说最近的戏就是人力飞行剧团之前的大戏 台北爸爸纽约妈妈 那我也在里面担任演出过 那接下来还有呃 我的导演作品是 吴尔福的心碎探狗跟Food Fight 那吴尔福的心碎探狗是去年玉岁节的一个 跟宝种相关跟吴尔福相关女性议题的一个演出 那我是剧中导演 那Food Fight呢是呃 我在一个儿童的英语剧团里面 那就是负责一边教小朋友演戏 一边教小朋友如何使用英文演戏 所以呢我的教学的范围其实还蛮广的 就是从小到大都有在教 那所以我在各个学校社团 还有各季节各式营队 譬如说暑期夏令营 冬季戏剧营 暑期媒体营之类的 然后还有各级学校机关公司好好待在他们的表演课指导老师 嘿这是我的工作 那创作缘期是什么呢 首先陈嘉森个人演唱会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要慢慢开始跟大家介绍了 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过Lifehouse的演出 其实呢这场演唱会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演唱会 它是我的独角戏 那为什么戏里面会用演唱会当作拍头 是因为台北艺岁节 大家有听过台北艺岁节吗 有 台北艺岁节 台北艺岁节在今年的9月初 9月上旬的两个礼拜 将会在台北市的各个大小地方 办各个大小的演出 那台北艺岁节有几个很厉害很特别的规则 第一个事情是 它的演出场地多为非专业的剧场空间 有咖啡厅展览空间 还有一些艺文特区之类的 基本上呢 它没有办法提供我们很专业的设备 譬如说 登桿 譬如说两边侧台 譬如说旋转舞台 升降舞台之类的 都没有办法 还有一个很厉害 很厉害很厉害的规定的是 演出时间只有四个小时 包括拆装台 一般来说我们的剧场演出里面 我们只能 我们都是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把舞台装好 我们可以在里面彩排 可以在里面技术彩排 之后呢 我们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来做演出 但是呢 一岁节是规定 你在四个小时之内 要把你的舞台装好 包括灯光 包括舞台 然后演完之后 要马上把它拆掉 为什么 因为下一个团体要马上使用 只有四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在想了 好 如果我要做一岁节 我要做一个怎样的演出 后来我就想到了陈嘉生个人演唱会 那为什么会想到这件事情呢 是因为 大家应该有听过陈珊妮吧 大家可能也有听过图腾乐团 有一天我在陈珊妮的部落格里面 发现了这一段文字 我觉得太奇妙了 他说 他说他去看图腾乐团的演出 然后图腾乐团的主唱 署命呢 他是聊天系歌手 最强聊天系歌手 什么叫聊天系歌手呢 就是在台上完完全全没有草稿 就是一直不停的跟观众喇嘞 有的时候讲话 讲到自己也出的时间不够用了 所以只好被迫三歌 只好被迫三歌 嘿 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很有趣哦 所以呢 其实 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对我来说 对我一个戏剧人来说 他并不只是一场演唱会而已 他其实已经是一个个人的独角戏了 他已经是个人的独角戏了 所以呢 我就突然间有一个念头想说 那如果有一天 我就在剧场里面 办一场某一个人的演唱会 这样子可以吗 结果我当我这个念头的时候 突然间 就是可能上天吧 还是不知道怎么样 就有一个声音跟我说好 那就叫做陈嘉生个人演唱会吧 然后我就这样子定了 嘿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问我说 所以谁是陈嘉生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谁是陈嘉生 我真的不知道 嘿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现在呢 陈嘉生这个角色 开始慢慢的被我建立起来了 所以来啦 什么是独角戏 呃 有没有能完完全全没有进过剧场看戏的人呢 在场有吗 有 好 希望等一下可以 就是 嘿 希望可以 就说服你们 让你们可以进来剧场看戏 因为最近的剧场的戏 真的 呃 总类非常的多元 而且故事都非常有趣 什么是独角戏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第一个 只有一个演员 嘿 不然呢 对 只有一个演员 只有一个演员要怎么演 他为什么要只有一个演员演戏呢 因为他有一些事情想跟大家分享 一般来说我们看到的戏剧节目 通常来说 呃都是由呃多个角色之间的角色不同的关系 来勾之交织出一个戏剧 让大家知道他们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可是带一个东西 他突然间变成只有一个演员的时候 代表什么事情呢 这个剧作家觉得 这件事情没有办法用演的 又演的太隐晦了 用票的大家看不懂 又唱的太慢 他只能用说的 他一定要一字一句说给大家听 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太重要了 我们需要站起来 就是大声的呼吁这件事情 所以他弄了一个独角戏 再来呢 独角戏里面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当一个人只有在台上的时候 他不停的在跟观众讲话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到他的心路历程 他的情绪转折 还有他的故事情节脉络 那 呃 之前有没有什么著名的独角戏呢 譬如说国光剧 呃 当代传奇剧场里面的李尔再次 呃 吴新国先生他用了 呃 吴新国先生他 他在一个人扮演了十个角色 把整本的 莎士比亚的剧作 李尔王演完 那还有呢 有一个叫低音大提琴这个剧本 他是德国写香水的那个作者 写的一个独木剧的剧本 齁 的一个独角戏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下 因为呃 伯克兰好像还买得到 嘿 那 谁是陈嘉森 当我开始想说 好我要做这个独角戏的时候 我一直要开始想说 陈嘉森到底是谁 我要怎么样去创造他的个性 所以接下来就会有 这么多的事情我要处理 嘿 我要处理他的背景 处理他的个性 他的工作兴趣专场是什么 他想要告诉大家什么事情 角色有没有未来 嘿 我想了非常多的事情 陈嘉森有非常多的议题要告诉大家 譬如说 我刚刚唱的那首歌 就是我一直 陈嘉森一直很想要关注的一个议题 然后呢 但我在想好吧 那陈嘉森是一个歌手 他要开个演唱会 他是什么样的歌手 我不小心把他变成一个创作型歌手 所以我就不小心要写很多首歌出来 OK 我就不小心要写很多首歌出来 然后那个时候就来了 完了 徐永凯先生 你不会乐器啊 你要怎么写歌 我那时候困扰了一下下 后来我想说 好吧 反正现在市面上 不会演戏的人都在演戏 不会唱歌的人都在唱歌 为什么不会写歌都不能写歌 反正呢 对不对 反正呢 就是 你写的好 你写的不好 大家就说没有关系 反正你就不是专业 而且你已经很努力了 写的好了 哇你天才 有没有 完完全全都是正面的 就是 话语影响在我这边 所以我没有办法这件事情 我最后还是跟我自己说 没关系你就创作吧 来 还有演唱会到底要唱什么 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演唱会呢 我就开始用了以下的方式 来编我的戏剧 我用Facebook写剧本 什么叫做Facebook写剧本呢 当我开始跟大家提起说 哇 好 那我现在要开始 呃 创造粉丝业 为什么 我要唱粉丝专业 因为我想要宣传 我这时候突然想到 如果说粉丝业这件事情 我真的讲这么久了吗 我真的讲这么久了吗 粉丝业这些 粉丝业这件事 各位 你如果有机会去翻开里面粉丝团的每一篇文章的话 后面只要接干我屁事都会变得超级好笑 比如说我哭了说没事 你怎么就相信了 干我屁事 超级好笑 还有呢 陈佳生的工作与生活 做结论 好 他的工作与生活 他的工作与生活也在他的戏剧里面 还有呢 陈佳生的过去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粉丝专业里面了解到他的过去 还有 我们要从粉丝业开始分析他的剧本跟角色 譬如说 他在情人节的时候一个人去看悲惨世界 这都可以在我的粉丝业里面搜寻得到 最后呢 还有陈佳生跟粉丝当中的互动 还有我正在进行的粉丝活动 譬如说我干了一个云端上的宝贝选拔大赛 云端上的宝贝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网路正妹的故事 嘿 为什么网路正妹会一直不停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呢 这个东西值得我们去探讨 而且陈佳生也一直疯狂的在追寻这个议题当中 那最后呢 嘿 刚刚唱完了 好 这是陈佳 云端是什么云端 云端硬碟的那个云端 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这个是我的歌词 因为时间关系跳过 然后呢 那最后请大家欢迎加入陈佳生的粉丝专业 那怎么样去搜寻呢 譬如说你可以搜寻这个人 你也可以搜寻我的Facebook账号 或者是你在后面加入这个东西 就可以了 来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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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 好